斜行既不好学又很难练经 它这个勾手动作 也是最容易出现错误 做的不标准的一个动作之一 很多同学做这个勾手的时候呢 左手只是往下一放 直接就拿开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 不是很标准 那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 才合适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前面有些动作的规律啊 把它归一下类 学拳的时候呢 你就怕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单独去学 你能把这个类似的动作给它放在一起 一类动作给它整套拳的一 归归类 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能举一反三 找到它的运动特点和规律 比如说这个金刚倒队吧 金刚倒队的左手动作是一个什么动作呢 身体右转 重心往左移的时候呢 手是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它只是彭圆在身前 然后这不是先移重心 手臂彭圆 直接蹬腿转腰 中轴不变 形成了背肩轴手 手没有太大动作 以身领手嘛 一节一节把它转出来 通过先移重心后转腰 以身 戴着这个手 手臂没有局部动作 手臂彭圆 形成了一个节节贯穿 向外挤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两个金刚倒队都是这样的 蓝扎一 重心往左转 手臂彭圆 蹬腿转腰 手臂也没有太大动作 通过中轴不变 松开胯 一节一节向外转开 那蓝扎一 和这个金刚倒队都是这样做 斜行 其实也是一样的呀 我们看一下 开步之后 身体右转 手继续往上领一点 左手向外开 重心往左移的时候 他在干什么 他不是说直接往下捞开 也是和好 彭圆在胸前 也是蹬腿转腰 只不过 斜行这个动作 加了一个往下 倾斜下沉的动作 从胯跟这开始 整个身体往下压 脊柱还是直的 斜行虽然是倾斜了 但是脊柱是直的 这里面有一个 斜中欲正 虽然是弯下去了 但是不攻背 不猫腰 尘好胯 然后走了一个下弧 背肩走手 转腰拉开 还是以身领手 从这一点来看 斜行的这个动作 就不能是直接打开 用手臂直接摆起来 而是还是要把我们的 太育拳的运动规律 解解贯穿 给它融合在里边 贯穿进来 这个手什么时候 才能勾手打开呢 看身体 我们是下沉 身体向下转 转正身体的时候 正面朝下的时候 身体直立的同时 这个手向斜 左的 左前方 勾手拉开 前面还是手掌 身体直立的时候 勾手拉开 还是要这个 解解贯穿 以身领手 就不要单独的 去走手的动作 右手的动作 也看你是初学的 还是有基础的 初学的呢 可以做的简单一点 身体右转 重心往左移的时候呢 这个右手呢 直接画外弧 合到肩前 收进来 肘关节撑起来 但是不要耸肩 俩手就不动了 初学的 那我们直接做一个 下潜的动作 勾手拉开就行了 如果这个动作 你已经熟练掌握了 还是不能提前做好 一定是渐变过来的 蝉思 蝉身体肩运动规律 有一个叫什么 蝉劲不丢嘛 那个自转与公转相结合嘛 首先和好了 带走身体动作 那手与身体之间 实际也是算脱节了 应该是在往前移动的同时 这手呢 逐渐地把它的动作呢 分配到你这个 整体的动作当中来 不要做分节动作 说 微右转 好 重心前移 左手是合 右手随着下潜呢 是慢慢往里合 慢慢往里合 等你身体直起来 勾手拉开的时候呢 这手 右手呢 也同时到位 在你的中线外边 肩前也可以 鼻肩外侧也可以 端着一点 走关节撑起来 所以说 这个斜行是不是很难学呀 确实难学 但是一旦你掌握它运动规律之后呢 这个动作我们公关过了 后面的动作相对来说 就比较好掌握了 不要怕难 看左手 彭源以身零手往下压 右手是逐渐画外虎 合进来的 这不就是 一动周身无有不动吗 并不是说 手不和好 手不动了 单独地走一个下沉的动作 把这些细节掌握住 后面呢 我们也继续分享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及收藏 谢谢大家